今日之點,我們一齊來GG疑似被拖樑 追溯無門,搞到不知怎算好的英國打工仔 經常聽黃友說有手有腳,去到英國一定找到食 那又是,大把體力勞動和厭惡性工作沒有人願做 肯做的話,沒說找不到工作 不過,黃友又沒有告訴我們,如果被拖樑要怎樣處理 近日,一個異英群組裡有網民出帖問人 有沒有試過在英國造工廠被拖樑 他講出自己的親身經歷,說在食品倉工作 離職後查稅局資料,發現Agent幫他報了這筆錢 但他沒有收過這筆錢 於是他就追回公司,但得到一個拖字 之後公司說這筆錢是大價錢,會放入公司的大價基金 那即是怎樣? 稅就要入個打工制數,錢他就沒得收 還有,放大價,要什麼基金? 鐵文出了有網民可能感同身受 或者,住英國住久了,領得野多 於是就回應了一句,英國就是這麼墮落 真是一句像個千言萬語 但黃色移英圈裡面,是不可以說英國壞話的 有戶英黨火速回應說 其實大灣區最好,有黨有中共在 這句雖然是真,但黃色移英圈這麼討厭中國 他們說的當然是反話 這樣就拿著說英國墮落的陳主 狠狠回應說 我只是批評一句墮英帝國,你的玻璃心就碎到跌下去 難怪一窩蜂去阿布泰排隊 現在又很悔恨地要切割 小編就站出來評評你 這件事肯定是陳主來 不對了 而已經有萬順英國什麼都好 還要指準唱好,你走來講真話做什麼 你知不知道,辦睡的人叫不醒 看這個case,事主去追糧是沒有錯的 錯就錯在,他出帖說件事出來 大英帝國這麼完美,怎麼容許人說這些事出來 暗瓦底噎了就算了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訂閱HKG部頻道 按這個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了